如果你们是有秘境杀手服饰的玩家 那基本上呢 就是直接把他暴力通关是最佳的选择 再来呢 就是我们要记住的 当王使用腐败禅生时呢 我们身上会有这个debuff 那奶妈只要用苏醒来去解掉 防止队友受到伤害 最后呢 就是这个燃烧的落幕 它砸下来呢 我们就是要去躲 然后呢这个金刺呢 在地板上的我们也不要站在这个上面 不然的话呢 你会持续受到伤害就会越来越高了 反正就是大家要找到这个安全的地方呢 去站着基本上就OK了 当王使用这个技能的时候呢 坦克直接开盾基本上就OK了 没有什么太大问题了 然后最后呢 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王的总血量 57P多 哈啰大家好 我是诺哥 今天跟大家分享 出发把麦芬 普转80级的秘境护本 相辅的行尸台 在打这个新护本之前 先看一下我现在 松客服饰的机体是怎样的 可以给大家参考看看 土气戒指护手都升到最满 然后其余的装备呢都升到614 这里我是使用了四眼戒指 四眼套装加的技巧 可能对服饰来说不是最重要的 所以我还是选择了 五指套装 暴击提高12%的 然后这个鞋子呢 其实今天更新之后呢 在商店里面就可以直接进行购买了 所以你们还没有打副本之前就可以购买了 所以就把它买起来吧 目前我的战力呢是87M 然后攻击力呢是79万 暴击呢是68.2 技巧是36.3 命中呢是95% 然后急速呢是36.1 全能是22.8 暴凶是341% 这是我目前的机体属性 然后技能呢一样呢是沿用这个半奶半输出的 那当然呢这个已经偏向全输出了 天赋第一个的是点满的 雷电领域呢是点到这颗 因为雷电领域精通2呢 我们还缺一点点的 好那加速冷却 硕齐使用了四星的探索者 然后贴纸呢是两个全能 一个急速跟一个命中 那这个非常难洗啊 再来是猫猫包 猫猫包的这次呢我有换新的 主战的依旧是用三代的本烙启士 毕竟硬币呢还是非常的强势啊 他会提高这个命中 那打出来的伤害呢 跟第四代的其实也是蛮接近的 所以第四代还没成型之前呢 可以用这第三代的来做个主战 然后后面的这三个呢都是用第四代的 我自己的升级法呢是先把尾巴的属性对到 先尾巴三级蓝色三级 再来呢是再把红色三级啊 那如果是要升到五级的 我们就是要反过来啊就是要先把红色先升五级 那这里的是猫猫包的部分 再来是麦乐兽 目前主战是青蛙啦 粉三星 然后特技猫猫狗十级 兔子八级 兵骨居五级 对了我是把暴伤点到一百 然后呢治疗的因为现在我是偏向输出嘛 所以呢治疗的就是四十 命中是八十 目前来讲我的命中是达标的 再来的是暴几 暴几的我是有打算呢把它都升到九十啦 因为这个一百呢要升到百一的这个暴伤啊 它需要经验值有点多哦 所以呢我是觉得不如我就把它拿来先升起雨的这个暴几 就会更好 好那我们回到我们的这个副本哦 这次的秘境副本呢 我们是需要八十三级才能开启啊 我们呢就直接进入这个实战来打给大家看啊 然后这里的一样是我是选择治疗的这个部分 这个副本王呢他是有说需要带这个进化的 如果不带进化每五秒呢 他会对全场造成这个死伐的伤害 而且他会一直的叠加这个虎香啊 那达到五成的时候呢 就会受到巨大的伤害 所以呢这个是可以进化的 我是想要尝试就是如果不带进化呢 会怎样 就是说目前的以我这个中克的服务的伤害呢 到底够不够呢 把它给击杀掉 因为最快的方法就是我们不需要大进化 全力输出 那坦克尽量的扛一下伤害 那基本上呢我们就是可以把它速通关了 这样子呢我们就不用去理其他的这个技能 到底是要干嘛的 因为呢我也还没打 所以我们可以一起来看一下这个副本 到底能不能用暴力通关啊 如果是我这个中克都可以暴力通关呢 那相信大家应该都可以啊 那之后呢我们再补一些可能机体没那么好的朋友们 要注意的一些事项啊 好这是我随机匹配的地场啊 那我们呢可以呢来看一下啊 我这里的是沿用了算是半奶半输出的全输出的部分啦 应该算是目前服势最高输出啦 目前服势的应该是秘境杀手呢 所以我觉得应该没有问题啦 好那小怪呢15秒就把它给打败了 大概是5-600T的血量嘛 刚刚看了一下 好 所以呢我们来看一下这次网啊 我能不能在10秒里面呢就把它给打败了 那目前呢这个7秒我们达到2.8 那10秒呢是来到了3.4P啦 3.4P呢它的血量还剩33% 那这里的如果是真的可以暴力通关的话呢 那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好看了 没有什么好解说了 那我们的这个影片难道就这样子结束了吗 好那这里的我们还是继续的水一下这个时长啦 因为现在的服势真的是副本杀手 没有办法拍出你们想看的这个战斗画面 但是呢我会再以另一种方式呢就呈现给大家啦 为了可以跟他打的 我这里的直接把它转成全奶 让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全奶的视角 他到底是要怎么去打的 这里呢我们可以说一下我们的主动技能苏醒呢 他本身就带这个进化了 所以呢我们其实不需要再带进化了 那我们的再匹配多一场 好那这一次的我是完全奶的 我已经把苏醒的这个自动给关掉了 好一开始 坦克要记得哦如果他开碾压的时候呢坦克要开盾了 可以这里的还有开盾了 好没问题 然后接下来的他有一个范围的这个伤害 这个腐败产生了 然后那我们呢这个身上呢会有这个陈述哦 那我们其实是会一直扣血的 所以我就用了这个苏醒呢来进化掉 然后这个陈述就没了 然后又开始慢慢的去叠起来 好那等到我们的苏醒好了 其实我们就再用一下苏醒把它解掉 然后这里的地上 如果是有这个刺的 或者是有这个火焰的都不要站上去 好像这个一直在跑的 基本上呢 他应该就要死了 好那我们只要找到这个安全的地方呢 就是站着基本上就OK了 其实我个人觉得啊 在伤害不足的情况之下呢 其实是还蛮难打的 好那这里的应该是要把这个蓝色的 这个也是要把这个蓝色的把它打掉 不然的话呢 其实那一个伤害呢 是会非常的痛的 OK那这里的 他又有这个数字会掉下来 所以萨加其实就是要躲而已啦 那这里的我只能多帮图这一些画面 给大家看一看 好那这里的我们再看一下 他后续的会怎样 因为如果换出出的基本上呢 就很难打的 就是很快就结束了嘛 对吧那这里的我们就看一看 好那其实呢 这里就是要躲来躲去而已啦 那这副本有很难嘛 我个人觉得他对机体的要求还是有的 所以暴力通关的话呢 是最好的一个选择啦 那我们这一期新副本的这个影片呢 差不多就到这了 我就不解说这些技能了 因为有点无聊 好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朋友们呢 记得按下订阅分享 那我们下一期再见咯 大家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